话说天南地北 畅谈心中疑问 欢迎收听北极星说故事 哈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礼拜天的网友分享的鬼故事系列 要分享一位网友宋正元 他所分享的在当兵的时候遇到的真实故事 叫做鬼头管训办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电展是并不是陆军官校训练出来的 他是在北部一个很机敏的地方来做训练 但是他所穿的衣服都是陆军官校的制服 所以称之为北陆官在哪里 说句实话我也没去过 那么常常有一些住在南部的这些学生 放假回去的时候就会遇到真正陆军官校的学长 那么看到这些北陆官的学生第一个 服疑没有像陆军官校穿的那么样的要求严格 而且他们的帽子上面那条带子是金色的 所以陆官的学长就说 没有任官怎么可以有金色的这个冒判 所以就会把他们修理一顿 那么这是一个插曲 但是电展室的学生在受训期间 一样都是唱陆军官校的校歌 一样是受陆军官校这些军事训练的模式 只是受训地点不同而已 好的 那么不管是凤三还是在北部 都是陆军官校的学生 应该是要亲爱金城不应该分你我了 这是当时受训时候的一个小插曲 那么今天要讲鬼故事咯 不如正题了 这则鬼故事是宋先生 他发生在海军明德管训班的故事 因为在电展室毕业后 必须要进入军中实施半年的一个 短期的一个带兵训练 因为当军官必须要回领导 然后才要回到电展室来 回归他的专业训练 所以宋先生是到海军的明德管训班 那么明德管训班除了是 接收一些调皮导弹 或者是在违法边缘 还没有到法办的这些士兵去管训之外 其实跟一般的部队是一样 那么这次明德管训班 他的前身曾经是一个军事监狱 所以在这些地方 当然发生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么当然长官都会说 那是传说没这回事 没有鬼也没有闹鬼 军中哪里来的鬼 那么当然宋先生在进入军中的时候 第一个职务 他不是担任牌长 他是代理辅导长的职务 就是要辅导官兵 可是明德管训班的干部并不充足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明德管训班主要是士兵 而且是一些调皮导弹 这法律边缘的士兵 所以说干部并不多 因为进去的这些士兵都很清楚 进来会管得很严 那么这块地方 在宋先生曾经去调查 去找了一些资料 这曾经是戒严时代 白色恐怖的一个招待所 那么这一次他所遇到的事情 就是因为人员不足 所以他代理在赚安全士官 军官代理来赚安全士官 人员不足常有的是 那么姑且把这个故事叫做 明德班遇鬼祭 这是当时他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 事隔多年 现在想起来还记忆忧心 那么这次在他当佛老长的时候 他在安全士官 晚上他记得说宋先生说 我大概是在晚上11点半 我就坐在安全士官坐那个地方 看看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那当然都没有任何仪装 所有的这些管训的学员 都进入房间都就寝了 没有问题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凌晨24点 就是晚上12点 这时候宋先生觉得眼皮很重 想睡觉 很正常 我跟大家讲很正常 晚上11点钟做到 尤其是用做的 他会非常的劳累 到了晚上12点 突然间他觉得 眼睛 昏沉沉的 眼皮很重 那么这个时候 突然间他就看到 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告诉他 我要收价 这是我的消价单 这次房长头一台 发现 他的脖子以下正常 是穿的军服的正常学员 就军人 但是他抬头一看 想看是谁的时候 这当场下得魂飞魄散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头不是人的头 他的人的头 根本就是一个牛头 就是一个牛头 有长的一只脚 牛有两只脚 他是牛头 但只有一只脚 眼睛跟同龄一般的大 然后鼻孔呼出来的气 相当的热 甚至有灼热烧起来的感觉 那么当时宋先生就说 你不要靠近我 非常大声的叫 你不要看清 不要靠近我 你离我远一点 这时候 人生牛头的这位士兵 拿了一张单指说 这是我的消假单 我没有要逃亡 这府导长 哪里有管理什么消假单 因为看到这般景象 人的身体 牛的头 只有一只脚 脸睛轻得跟同龄一样 非常大 这是非常可怕 可是 府导长想要叫 叫不出来 他完全无法叫出来 那么这时候 他突然间椅子一垮 坐的椅子 好像垮掉 他就一直往下沉 大家有坐过电梯吧 好像电梯突然间 那种往下降 降了好几楼一样 他开始挣扎 突然间他发现 他摔在地上 这位宋先生 他摔在地上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站起来 他摔在地上 前面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牛头 哪有什么士官 他心心想 难道是打瞌睡 打瞌睡到做梦吗 他心心想 这给士官听到了 还得了 以后怎么带兵 他马上坐回椅子上 这时候发现 坐到椅子上 他的桌上 还真的有一层 好像烧过的灰烬 好像一张纸被烧掉 就摆在桌上 一层灰烬 那么这是小贾丹吗 后来宋先生回去查了资料 他的学员里面 果然是有一位 有一位在当兵的时候 因为逃亡 御驾未归 然后出去犯了重刑 最后呢 当然是遭枪决处分 可是这位士兵在枪决前 一直强调 我没有陶屋王 那么这个事情是宋先生 所分享的真实案例 感谢宋正元先生 分享故事哦 有好听的故事 别忘了投稿给于将军 在我的于北城在桃园 或者是北极星说故事的 粉丝专页 都可以投稿 私讯给我 我会把它做一些整理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晚的故事 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个礼拜 网友规划系列再见咯 拜拜